这些意思都好懂 都是在四项上的 琴刻阴云 这个阴云是阴云弥漫的状况 也就是很快就变满摄放 这个快到什么程度呢? 确实 因为释放三世 在星星里面讲没有障碍 没有间隔 所以静虚空变法界 在阴云当中就弥漫了 此地释放就是释放法界 可见得这个心是无比的广大 昔日是指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耶稣陀罗有难 在这个灾难里面是由界定把他的灾难化解了 所以特别提出这一段事情来赞叹 耶稣陀罗这一段故事 在《释迦牟尼佛传记》里面有《大藏经》 有《释迦谱》 有《经律异象》发辩诸灵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 在《释迦牟尼佛传记》里面有《释迦牟尼佛传记》 《释迦牟尼佛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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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相唯一是一经论 那就好懂 如果没有涉及这些大论 这句如果要是细讲 两个终点讲不完的 这是说明什么 宇宙万有点缘起 宇宙从哪来的 这一千万无从哪来的 人从哪来的 六道从哪来的 说这个 这个里面说到 以不觉 起先论的这个也说 而有无名 以无名而有三细相 以三细相而有六俗 这样辗转 营并发展 这才有设法界一正壮严 绝海虚空气 苏婆叶浪流 这个第二句呢 这就说得非常粗喜了 第一句神 神到年二十年 连全教菩萨都无法明了 第二句大概我们常识可以能够接受的 苏婆是讲心情六道轮回 这个流就是六道流转 六道怎么来的呢 六道是业力变现出来的 业 什么叫做业力 我们这个世界 在童年的时候 在学校读书 学业 还没造业 学业 学造业 学校毕业出来到社会了 问你做的什么四业 你就真开始造业了 这次众生就干这个 就造业 造的业呢 多 太多太多了 归拿起来 不外国三大类 善业 悟业 非善非悟业 三善业呢 国报在三善道 三悟业呢 国报就在三悟道 所以说业力在推动六道轮回呀 苏婆业浪流啊 我们五十一节以来 造的这个业 一天比一天严重 一年比一年严重 所以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活状况 诸位一定要救 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世不如一世 你想想看 我们造的善业少 造的我也多 所以一世不如一世 往下坠也不是往上升 这个要知道 那么我们想 除力六道轮回 只有一条路 除这一条路之外呀 说了 没有第二条路 这一条路啊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 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 释迸一切祝福如来 教导我们的 中风大师在此地说了 极乐有归舟啊 这个舟就是归时回头啊 舟是交通工具啊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交通工具 这个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就是指这个法事 就是指正此地所讲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那么这是四句啊 把这个法事的缘起说出来的 说得非常的深 非常的广 这下面第二端 注意看第三面 第四行 《相战》 这个《相战》 大家更熟了 这个念